清明节这天 姥姥带着一家人去扫墓 她在父母墓前许愿 希望自己能够买一块 宽敞体面的豪华墓地 女儿阿秀很不理解 豪华墓地要一百万泰铢 这种连排墓地 又舒适又便宜 还能挨着你父母 多好啊 小儿子倒是嘴甜 嚷嚷的要给他买 可姥姥知道不可能 因为这个不争气的小儿子 已经欠了他几十万了 别再吸他的血 他就阿弥陀佛了 大儿子倒是有点钱 可他一直在打电话 连母亲说了什么都没听见 大儿媳和外孙女 更是连来都不来 只是隔着屏幕问候了几句 小外孙阿安 一直戴着耳机打游戏 姥姥让他去墓地撒花 他一脸不情愿 敷衍了事 对于这种所谓的传统习俗 他一向都不以为然 姥姥叹息道 你真是没用 说着便亲自动手 把花瓣撒匀 可突然脚下一滑 摔下木秋 大家手忙脚乱地 把姥姥送进医院 还好没什么大事 但需要有人留下来照顾 大儿子要去接女儿 只留下一点钱 小儿子虽然无业 但喜欢偷奸耍滑 根本不想照顾母亲 女儿虽然工作很忙 两班倒 可他却毫无怨言地 接受了照顾母亲的任务 他让儿子安安跟他一起 毕竟是他的敷衍了事 间接导致了姥姥摔伤 可安安却毫无愧疚 溜之大吉 阿秀忙了一天回到家 发现安安还在电脑前 大呼小叫 他早就习以为常 儿子中途退学 当了游戏主播 说肯定可以挣大钱 以后给他养老 可直播了这么久 在线人数一直都是个位数 不但没赚到钱 还想问他要钱 换台电脑 阿秀低声道 你姥姥得了癌症 肠癌 晚期 医生说他还能活一年 你多去看看他 安安嬉皮笑脸 一副无所谓的神态 他只关心 妈妈会不会给他买电脑 第二天 堂妹小梅 邀请他去看望爷爷 爷爷瘫痪在床 其他子女只是偶尔来一趟 反倒是小梅寸步不离 一直陪护照顾 这让阿安有些不解 护工这种工作 又累又不体面 有啥好干的 可等爷爷去世后 阿安才明白 小梅这叫做亲情投资 因为爷爷不顾 其他子女的反对 最终把房产留给了小梅 那可是几百万的资产啊 阿安羡慕得眼睛都红了 他忽然就想到 得了癌症的姥姥 以及他那的房子 阿安给姥姥的房子 里里外外都拍了照 准备挂到网上 一边等买主 一边等姥姥过世 见他站在外面 姥姥连门都不想开 自从他出院以后 大儿子小儿子 轮番过来看他 这一点太反常了 如今就连外孙也来了 这让他更加怀疑 自己是不是得了绝症 阿安给他带了牛杂 可姥姥却说 他拜官阴不吃牛肉 阿安只好去给他买杂鱼 但姥姥指定的那家 排队的人太多 阿安没有耐心 就换了一家 可姥姥一眼就看出 这杂鱼是别家的 毕竟他已经买了四十多年了 阿安只好老老实实去排队 鱼买回来了 可姥姥却吃饱了 他吃的就是之前买的那条鱼 姥姥又让他烧水 给观音尽茶 阿安嫌麻烦 就接了一碗水 放进微波炉简单加热 见他气得茶 连热气都无貌 姥姥很生气 直接将他赶出家门 还告诉他 以后不用再来了 阿安在姥姥这里吃了瘪 就去找小梅取经 小梅问他 你为什么突然想要照顾姥姥 阿安坦言 我不想有些人赢在起点 有资产可以继承 小梅问 所以你认为姥姥是资产 对吗 这句话让阿安非常难堪 最后他只能为自己开脱 你这句话真的很难听 但我们这么做 就错了吗 小梅说 我真的很讨厌爷爷的孩子 他们每周来一次 每次只待十五分钟 那还来干什么呢 你知道老人真正想要 但却永远无法从后代那里得到的 是什么吗 是时间 你要一直陪着姥姥 直到你对他身上的老人味 完全没有感觉为止 我连爷爷的尿味都习惯了 阿安若有所思 看来亲情投资 比他想象中的要难很多 他收拾行李 买了基本生活物品 直接在姥姥的客厅住了下来 他还递给姥姥一个红包 阿安只好告诉他真相 你得了癌症 晚期 还有一年时间 姥姥早就已经猜到 阿安真诚地说 我小时候住在这里 你照顾了我很多年 现在轮到我来照顾你了 姥姥不再反对 只是缓缓点头 他也知道 外孙是图他的房子 动机不存 可他又多么希望 有人可以陪着他 何况 从阿安的眼睛里 他也能看出 一时担忧和真诚 就这样 阿安住了下来 姥姥虽然七八十了 但每天都要去街上卖粥 他让阿安五点起床 陪他一起上街 可阿安懒散惯了 根本起不来 姥姥都快收摊了 他才匆匆赶过去 每次卖碗粥 姥姥都会去银行存钱 不过却把阿安拒之门外 怕他偷看密码 到了每周一次的家庭团聚日 女儿早早过来帮忙 准备午餐 看在冰箱里堆积乳酸的 过期食物 他一边收一边抱怨 过期食物要丢掉 你就是吃了太多这种食物 才会得肠碍的 姥姥特意穿上好看的花衬衫 下面最后一颗扣子 没有扣上 姥姥坐在屋外 焦急地看向那条小路 期待着一周一次的热闹 吃过饭 姥姥提议大家一起玩牌 他要把这种热闹延续下去 可大儿子却急着走 还借口说 打牌伤神 母亲不亦劳累 姥姥冷不丁地说 我已经知道我得癌症了 是阿安告诉我的 此花一出 大家齐刷刷看向阿安 阿安解释说 这是姥姥的身体 我觉得她有权知道 这下好了 本来藏在桌面下的事情 被翻到了台面上 很多问题也就藏不住了 谁来照顾母亲 谁送她去化疗 以及最关键的 母亲的房子归水 两个儿子七嘴八舌 吵成一团 都在抱怨对方 做得不够多 只有孙女彩虹 是真的关心奶奶 小孩子自嫩真诚的童言 终于让这些 为人子女的成年人 产生了一时愧疚 大家暂时放下了算计 每个孩子都劝母亲 不要担心 他们会给她治病 会照顾她 可到头来 真正付出行动的 只有女儿阿秀 她把超市的工作 换成了晚班 这样白天就可以 陪母亲去医院化疗 阿安觉得 妈妈是不是也有所图 但妈妈却说 我只是凭良心做这些事 不然 要被人说是忘恩负义 听说女儿换了夜班 来陪她游泳 姥姥非但不领情 还大动肝火 阿秀很委屈 她只是想为母亲 做点什么 这有什么错 小时候母亲卖粥很辛苦 两个兄弟看着眼里 没有任何行动 她心疼母亲 逃课帮她卖粥 结果耽误了学业 最后只能去做售货员 母亲对此耿耿于怀 她觉得是自己耽误了女儿 心里一直怀的愧疚 如今自己生病了 她最希望的就是 不要拖累女儿 可阿秀觉得 妈妈从来都是 更疼爱儿子 想让儿子照顾她 然后把遗产给他们 吵完架后 阿安偶然发现 姥姥正躲在洗手间里 偷偷地哭 妈妈倔强道 不可能 她从没有为我 流过一滴眼泪 阿安知道妈妈 心里的隐痛 可这都是上一代的问题 何况他们越吵 姥姥压力就越大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由她带姥姥去看病 因为没有经验 阿安请小梅过来帮忙 小梅身上似乎有某种魔力 姥姥一见到就非常喜欢 小梅带着她 走完了给老人看病的流程 还告诉了她很多 需要注意的细节 化疗吹散着姥姥的身体 她上楼都很费劲 阿安站在上面 用专业的知识 搀扶着姥姥 姥姥终于放下 最后一时借地 她说起小时候 阿安很怕鬼 每天晚上 都要睡在她和姥爷中间 她还要唱摇篮曲 哄她睡觉 姥姥虽然老了 但对这些孩子 记忆有心 但阿安已经不记得这些了 半夜 姥姥忽然出现了神龛前 把阿安吓了一跳 姥姥说 她梦到了父母 要带她回家 她知道做这样的梦 意味着什么 虽然已经接受了 死亡即将到来的现实 可她心里还是 一阵惶恐 安安故作轻松道 怎么会 你已经向神明祈祷了 也几十年没吃牛肉了 你救了多少头牛 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相信我 姥姥点点头 这个时候 她最需要的 可能就是这样 虚无缥缈的心理安慰吧 她需要有一个人 坚定地告诉她 你会好起来的 哪怕这是假话 安安让她不要上楼了 就睡在她旁边 姥姥忽然用潮州话 说了一句 谢谢 安安没有听懂 还以为姥姥在骂她 姥姥有点生气 但也能理解 上一代人的传统 到外孙这里 已经丢得差不多了 夜静悄悄大 安安感受着姥姥的呼吸 忽然说 姥姥 你唱一首摇篮曲给我听吧 此后 安安渐适应了和姥姥 在一起的生活 她每天都会早起 陪姥姥卖粥 带她看病 给她推轮椅 这天 她准备给姥姥洗澡 姥姥坦路上身 安安有些尴尬 可姥姥却说 我姥姥没关系的 为了时刻掌握姥姥的身体状况 安安还给家里装了监控 这天 小儿子来看了母亲 看着屋外红彤彤的石榴 她想摘一颗 可姥姥却说 别碰 不是给你打 临走前 小儿子顺着了一大袋肉松 还舔着脸问母亲要钱 看着如此不要脸的小儿子 姥姥念叨着 她最好不要来看我 如果她不来 就说明她过得还好 听着这句话 安安心里泛起一阵酸意 看来姥姥还是更疼爱儿子 小梅曾经告诉安安 要想得到遗产 就要在姥姥心里排第一名 老人一般不会说 但是你能感觉到 安安心里想着 自己现在排第几名呢 几天后 大儿子把母亲接到了自己家 她家位于郊区 宽敞明亮 周围配套齐全 她准备让母亲 常住在这里 还说要当她的全职儿子 姥姥没一开眼笑 一脸幸福 可安安知道 大舅说得好听 其实就是想得到遗产 她付出了这么多 怎么可能就此放弃 大舅也知道安安的心思 想用一个红包打发她 安安没有收 还声称不是为了钱 下午 大儿子带母亲去寺庙祈祷 上楼梯时 姥姥认真地数着部署 准备回去以后 用这个数字买彩票 因为鞋子不合脚 姥姥的脚都被夹红了 可她却不肯脱下来 因为鞋子是大儿子卖的 写许愿条时 姥姥非常认真 给每一个孩子都送了祝福 可大儿子一家的许愿条里 却没有她的一席之地 安安的许愿条 只有一句话 祝姥姥彩票中奖 姥姥这才明白 大儿子说得好听 但实际上心里并没有她 她想要的是那套房子 看清这一点后 姥姥顿时感觉脚上的鞋子 非常割脚 回到城区后 她立刻让安安带她去买新鞋 见安安对她这么好 姥姥忽然问 你也在播种 希望有所收获 不是吗 被戳中心思后 安安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姥姥嘴上嗤子一鼻 但身体却很诚实 她需要这个外孙 化疗时安安打开视频软件的特效功能 让姥姥在百极抹皮的特效之下 变得年轻亮丽 姥姥觉得很新奇 嘴角不自觉带上了笑容 病房的空气渐渐安静 安安一根一根地收集着 姥姥因为化疗掉落了银发 心里也泛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晚上 安安跟姥姥玩牌 姥姥很上瘾 她说起 每年春节和中年节仪式结束后 我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就会聚在一起打牌 可现在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安安忽然问 你一个人生活了这么多年 不孤独吗 姥姥说 她也不知道 因为生活就是这样 她最不喜欢的就是 春节过后的第二天 大家都走了 冰箱里塞满剩菜 她一个人要全部吃完 安安有些动容 一个人吃完欢宴之后的剩菜 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 又玩了一会儿牌 姥姥忽然对安安说 姥姥微笑着真情流露 安安看着她脸上 蕴现的幸福 一阵失神 又到了一周一次的团聚日 姥姥做了一桌纸菜 可侄女们都忙着工作 一个也没来 姥姥脸上写满了失落 更让她失落的是 她存在二十万泰铢不见了 安安调取监控 很快就发现 小舅在拿肉松死 顺手还拿走了姥姥的存款 看着这一幕 姥姥一言不发 不停地叹气 很快安安就找到了小舅 小舅有些落寞 你姥姥都没这么骂过我 在安安的追问下 她才坦白 自己欠了一百万泰铢的赌债 安安没有把小舅的处境 告诉姥姥 只是说她去外地打工了 忽然外面有人叫门 姥姥还以为 是小儿子的债主找了过来 但那人只是想买她的房子 姥姥此时才知道 安安已经把她的房子 挂到了网上 她心里一凉 但却并没有声张 她拿出一件崭新的白衬衫 一边给安安穿上 一边告诉她 等我做完第三次化疗 就痊愈了 你就不用再照顾我了 姥姥说 你一年级的时候 考了班里第一名 靠自己的话 想做什么都可以 去找份正经的工作吧 安安听出了姥姥的贤怀之音 说着她拖下乘餐 心里无比失落 如果说她刚来的时候 是一心想要得到遗产 那么现在 她更在意的是 自己在姥姥心里的位置 姥姥在门口 在门口的树上栽了一棵石榴 这棵石榴树是你出生的时候种的 跟你一样大 你跟我说过 树上结石榴的话 我要给任何人 只留给你 说完这些 姥姥忽然跟安安道歉 对不起 我不该老实说你没用 安安被姥姥的这棵石榴 自愈了 她一粒一粒的掐着石榴纸 放进嘴里 酸色中带着甘甜 或许这就是 被偏爱的滋味吧 几天后 姥姥带着安安 来到了哥哥家的豪宅 前一秒 两人还在动情的合唱 潮州老哥 兄妹之间其乐融融 可下一秒 当她提出自己得了癌症 想要买一块墓地死 哥哥立刻脸色大变 姥姥也不示弱 想当年 是她伺候父母养老送终 可父母却把房子和财产 都留给了哥哥 哥哥也因此 才有了这偌大的家业 如今她快要死了 让她给自己买块墓地 可以说合情合理 哥哥立刻反驳到 他们做得对 如果他们把遗产给你 最后也会落到你 那个烂老公手里 姥姥气急 那个烂老公 还不是父母给我安排的 我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 哥哥也贪排辣 想要钱 找你的孩子去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你已经跟我不是一个姓氏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 姥姥也只能带着愤怒 和失望离开 即便到了接近死亡的时刻 手足亲情在遗产面前 也不值一提 外孙有点不解 姥姥为什么一定要花一百万 买一块豪华墓地呢 姥姥解释说 这是为了保佑子孙 能够过得平安富足 外孙还是不理解 你父母仗在狭窄的墓地 你那个哥哥还不是父的流油 人死了就是死了 大脑停止工作 身体化为土壤 一切烟消云散 清明节那天 你也不会知道 谁来了谁没有来 事已至此 姥姥终于说出了心底的想法 如果我有一块漂亮墓地的话 说不定你们就会想着经常来扫墓 听着姥姥这句卑微又无奈的话 阿安一阵心酸 说来说去 姥姥只是想被人记住啊 或许死亡并不是我们的终点 被人遗忘才是 回去的路上 姥姥叮嘱了阿安 如果她死了 阿安要是敢漫步惊心的傻话 那她一定会回来找她算账的 阿安心里一阵酸楚 三轮化疗结束 姥姥的病情并没有好转 医生建议回家保守治疗 这意味着姥姥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 阿秀哭得气不成声 姥姥却很淡定 事情已成定局 再伤心也没有用了 晚上 阿安被姥姥痛苦的抑郁和哭声惊醒 阿姥 老父 老母 老爸 有人 不要 guided 姥姥进入了倒计时 大儿子终于按捺不住 他问阿秀母亲的房产证在哪里 阿秀悲痛万分 母亲还没有死 两个儿子就惦记着他的遗产 阿秀没有说出房产证的下落 而是按照母亲的要求 把房产证给了追捕成妻的弟弟 这让阿安既震惊又不解 他赌气道 你不是说看护有酬劳吗 姥姥的语气带着已是冷漠 我已经没有什么能给你的了 你不用再照顾我了 这些日子你把我照顾得很好 阿安并不是因为 没有得到房子而愤怒 而是不明白 姥姥为什么如此溺爱 这个不成器的小舅 明明他和妈妈才是付出最多的人 小舅卖了姥姥的房子 还了赌债 但却没有把姥姥接回去同住 而是把他送去了条件一般的养老院 这让阿安心里更加难受 他于心不忍去养老院看望姥姥 小舅还完赌债还剩下一些钱 他想把这些钱给阿安 这是他应得的 阿安没有收 但他忽然就有些明白了 姥姥为什么把房子留给小舅 因为他是姥姥最放心不下的孩子 他怕自己死了之后 他过得不好 这一切只不过是 可怜天下父母心 阿安走进房间 按照姥姥的习惯 帮他解开了衣服下摆的扣子 不知为何 阿安的心结忽然就解开了 有些事也许本舅没有答案 姥姥最后的日子是在阿秀家度过的 看着女儿冰箱里也存着那么多过期食物 姥姥忍不住说道 你不该像我一样吃过期的东西 癌症是遗传的 姥姥心里一酸 阿安一直问我 我最喜欢谁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最想跟你待在一起 这句话并没有安慰到阿秀 反而让他更加难过 付出的没有回报 被偏爱的有恃无恐 不过他也没有再说多余的话 因为他坚信 付出总比得到让人心安 他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 几天后 姥姥到了弥留之际 所有儿女都来看他 大儿子虽然赌气 母亲没有把遗产留给他 但最终还是放下举语 握住了母亲的手 小时候他经常生病 为了给他祈福 母亲一辈子再也没有吃过 他最爱的牛肉 他又怎么能说 母亲不爱他呢 大家走后 阿安一直陪着姥姥 他握着姥姥的手 轻轻拍着他 用他童年的歌谣 给他唱着摇篮曲 唱着唱着 阿安就泪如雨下 听着听着 姥姥也泪眼婆说 人这一生最幸运的莫过于 在死亡即将到来的时刻 有人能给自己唱一首 安魂曲 在熟悉的旋律中 姥姥永远打 沉睡过去 准备姥姥的账礼时 阿安接到了银行的电话 有人在他名下 存了一百万太铢 让他有时间去取一下 阿安愣住了 一列火车飞速驶过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 自己考了第一名 姥姥带着他去银行开户 还答应他 每年都会给他存一笔钱 阿安没有想到 姥姥竟然一直都在建行 这个承诺 真的为他存了一百万 他忽然有些后悔 当初不应该对姥姥说那样 绝情的话 因为他忽然明白 在姥姥心里 他们都是一家人 每个人在他心里 都是重要的 几天后 一家人开着小货车 载着姥姥的棺材 向着墓地死去 每路过一个地方 阿安都会敲敲棺材 阿安也信守当年的承诺 用姥姥留给他的钱 给他买了一块豪华墓地 姥姥曾经说过 他去世后 阿安要是敢漫不经心地撒花 他一定会回来 找他算账的 想到这句话 阿安撒花时 故意漫不经心 希望姥姥真的能回来 找他算账 可姥姥再也回不来了 姥姥的外孙 是帕特·波尼蒂帕特之导 2024年上映的作品 电影上映之后 票房迅速突破10亿泰猪 一跃成为泰国票房冠军 银时票房前五的影片 豆瓣开分9.0 提前预定年度最佳 为什么一不讲述 泰国普通家庭的故事 却勾起了整个东亚人的共鸣 有网友说 已经很久没有在电影院 这么哭过了 电影情节很简单 就是一个争夺遗产的故事 但每一个细节 都是那么的打动人心 果然真诚才是必杀技 不用什么花里胡哨的技巧 一样可以抓住观众 他深刻地剖起来 在东亚家庭中 那些爱怨交织 金钱与亲情共存的 矛盾和纠葛 姥姥爱每一个子女 爱每一个孩子 但她也有自己的担忧和偏爱 她把房子留给小儿子 是因为害怕她过得不好 关于这一点 东亚很多父母都是类似的 父母最担心的 永远都是那个最不成妻的孩子 对于照顾自己最多的女儿 她却只是默默地记在心里 这样的想法 让人既无奈又觉得心酸 而孩子呢 成家以后各有各的算计 尤其是孩子多的家庭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争宠 儿子不断索取 女儿默默付出 父母看在眼里 心里似乎也都明白 但又似乎什么都理不清楚 好像这就是东亚家庭的主要矛盾 父母永远在偏爱和等待回报 孩子永远在争宠和计较得失 父母最想要的是孩子的陪伴 孩子最想要的 可能就是父母的不拖累 而这一点 正是很多东亚家庭 隐秘而残酷的真相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 关注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